HELLO,大家好,我是HIDI,快到了3萬訂閱了 我真的超開心,所以今天我打算拍一個小特輯 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我的20個小秘密 我會以GETS WITH ME和VLOG的形式 跟大家一邊說一些我閃為人知的一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了 我知道有些朋友支持了我好久 亦都期待我的3萬訂閱,我買的東西都在途中 需要少許時間等他們,以及整理一下 所以GETS WITH ME的影片,不日想拍的啦,等我啦 又出現我的數顏了,大家習慣不習慣 現在我什麼都未做的,所以就由護膚開始 跟大家分享第一個小秘密,就是我是一個很多花名的人 由出生,我的親戚會叫我黑珍珠 然後到我讀書的時候,可能會叫我高一點 因為我的名字叫Hidy 然後到我出來工作了 我在迪士尼的花名叫三年班 做地勤的時候,我有一個名字叫豆苗 或者叫波波 然後有朋友會叫我Fiona 或者叫三點不露 輪到保濕精華,我在長洲是用FATIV的透明質酸 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它,所以放了它在長洲 然後第二個小秘密就是關於性格 我本身是一個交際能力很高,很多朋友的人 不過我有一個致命傷 就是如果我跟一大班人不認識,然後他們本身又很熟 我會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不夠膽走過去聊天會自閉的 雖然我有很多朋友,但我不是一個經常主動約人出街吃飯的人 通常都是朋友找我,然後叫我拿日子出來 所以我才會出席一個飯局或者約會 所以我的朋友對我容忍度其實很高 在長洲我放在這裡的防曬就是ATTOHOUSE這一款 它是我在Gmarket買東西的時候送的 其實我真人認識久了會發現我說話是有一點困難 有一點困難 但我不會無緣無故對普通人困難 純粹是可能自己朋友圍內說話 說得興起的時候,我的本性就會出來 因為以前做了很久的CS 所以對得很多客人,可能無理的要求多 很多這些性格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做了長久的服務行業 會不會都養成這個說話有一點點面 然後背後會說客人的壞話的性格出來呢? 另外,我在長洲用的遮瑕膏是HIMI這個雙色 它的遮瑕度其實也偏低 不過我稍後會用另一個,令到客眼圈會遮得好一點 它的顏色是偏自然的 你會看到遮了大約兩三成左右 第五個小秘密就是我以前是一個經常性遲到 還要遲超過30分鐘的人來的 但是自從遇到我男朋友之後 他是極度準時的 我以前約了他,說幾點就幾點到 久而久之,我覺得要他等那麼久,不好意思 我就慢慢變成一個很準時的人了 不過手時是一個美得來的 所以我覺得男朋友改變我最大 就是由一個遲到大約變成手時寶寶 雖然我現在整天趕養生 但是其實我以前是一個夜鬼來的 第六個小秘密 就是關於我的花名叫三點不露 因為我是不會約到吃早餐或者午餐的 要約我出來,起碼都下午茶時間的 輪到第八個小秘密 好了,我是和爸爸媽媽一起住的 小時候以為家裡很有錢的 因為我和弟弟有什麼事出入的 都是養和醫院 我看到電視都是富豪、明星才會去的 所以我一直以為家裡是非常有錢的家庭 大的時候當然明白 原來差很遠了 所以結論就是我爸爸媽媽真的很疼我們兩個 現在要好好孝順他們才行 有時候打鼻影太重手的話 我會用底妝的海綿蛋 印一印它就會自然很多 大家都是會這樣做的 其實我也很感恩可以來到三萬訂閱這個小小的理程碑 雖然比起很多頻道的增長和成就很慢 但是和大家的關係 反而覺得很親密 像朋友一樣 我是很喜歡的 你們看影片的感覺 你們看影片舒不舒服 是我最大的關鍵 後面這位先生拍死了一隻蚊子 最重要是反應發 哈哈哈哈 會不會覺得粉底色深了和暗過我本身的膚色呢 因為做了很多美白之後 我現在的粉底應該要大換色了 但我還沒想到買哪支好 第八個小秘密就是我拍拖次數 應該是六至八次吧 我都不太肯定 不過我最短就是拍一至兩個星期 最長就是跟現在的男朋友 我們一起了六年多 我想要不要留下這支蚊子 因為有觀眾朋友想我拍HIT ME的BRAND FOCUS 但其實我沒有買過他們的眼影 我有很多他們的產品 但為主打的眼影 我一盒都沒有 如果大家真的想看的話 留言告訴我 我從小到大都是港島人 如飛必要 我是不會過海的 我很少去九龍新界 如果要去九龍的話 我多數都會去尖沙咀 因為我喜歡到天星小律 好了搞定之後 我現在就出發去拍照 帶大家看一下我平時在長洲 會去哪裏拍照 我覺得他不算隱世的 但也會比較少人 而且也蠻漂亮的 好了我們現在就出發去拍照 跟大家分享多一個小秘密 就是關於童年陰影 我小時候是捐過一次血 然後捐完馬上暈倒了之後 我現在就不敢再捐血了 我好喜歡吃這裏 叫做冰廠豆腐花 這個出發好可愛 笑到 好了我們繼續走吧 前面就是拍照的地方 你們經常都說我性格很樂觀 其實怎樣得來的呢 就是我是一個極悲觀的性格 在我心裏面 我會想每件事的最為打算 就會覺得如果最差的情況都是這樣的話 只不過是這樣 這個大無謂的精神 就造就了我對外一個很樂觀的性格 這裡有很多小沙灘 然後沿著這條路走 也有很多漂亮的位置拍照 特別是它對著海 如果天氣好 藍天白雲 拍出來很漂亮的 好了我們拍完第一張照 跟大家說一個小秘密 就是我的手手腳腳都是沒有毛的 所以我做脫毛是可以省很多錢 而且是不怕被人推銷 說什麼脫手毛腳毛要幾萬元那些 我覺得是一件挺開心的事情 爹地公呢 快點到 回來啦 快點 嘩 這麼厲害 來到沙灘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關於我的身材小秘密 很多人都說羨慕我的身形 其實有沒有什麼秘訣呢 就是我覺得我小時候吃得太多激素食 雞翼 豆腐 豆漿 所以醫生是說我的乳腺很發達 這樣代表什麼呢 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減肥成功的話 我的胸都不會縮得很厲害 都依然是有一點點肉質 有一點點份量在 好了 拍完照呢 我們現在就出去吃晚飯了 再說一件事給大家知道 我拍片是要很多時間的 因為我經常性都會NG 很多時候都要拍三個多小時 特別是一些空平機 或者一些產品那些 十幾樣我就會想很久 又要想很多不同的詞彙 又要吃螺絲 越NG得多 個人越緊張 說話就越涼 那就變成了大家可能覺得我口齒不靈利 有點癡 但其實我本身不是這樣的 今天我們吃這間叫平安餐室 是很街坊的餐廳 我很喜歡裡面的食物 很適合我口味 特別是老闆娘蔥的朱古力 超級濃 我們點了一個XO醬帶子炒意粉 是比較港式的 不像西式那一類 然後這個薯條 不得了 大家看看這個拉絲 是不是很邪惡 我們吃完飯回來了 現在就要為一位Chopper吃東西 是嗎 好了 跟大家分享多個小秘密 就是我去廁所非常之快 是比男人快 洗澡也是 大約十分鐘左右便洗完 洗頭會久一點 都是十五分鐘便完成了 是不是猜不到呢 這個小姐超級無記性 她總是認不到人的樣子 看電影又問我誰打誰 上一秒明明她是好人 為什麼下一秒會變成壞人 原來她們是不同人 而且我整天說到口邊 就完全忘記了剛才要說什麼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年紀大 記性真的差了 而且我是一個沒有偏才找的人 去賭場買大開小 從來沒中過綠合彩 就算有賭碼貼士 買到哪一隻都不會跑得出來 所以都是腳踏實的 努力工作 是不是Chopper 好了 證明我真的有做家務 我現在在換垃圾袋 之後的小秘密就是 我最喜歡喝的就是Wisley 不過中醫就叫我 不要喝那麼多白酒和啤酒 所以現在就很少喝 變成喝紅酒 其實我不是真的那麼喜歡喝紅酒 我們現在集團回香港了 說多一個小秘密給大家聽 我是從來沒有為自己的苦澀 身形或者高度指揮過的 我覺得性格比外觀更加重要 所以我是很相信內在美的人 只要你的心裡是漂亮的話 你是反應出來 你的人都是漂亮 連了觀彩角 是不是 出發 好 由這位先生再提供多一個關於我的秘密 你睡覺會忘記 應該你自己都不知道 看得很大聲 有沒有重醒你 那有沒有 那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半夜起床的時候會知道 我會不得辦的 即是是一個很好的安眠曲來的 好了 今天這個gap ready with me 和20個我的小秘密分享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物都放兩條新片 我每個禮物都放兩條新片 封死是6日6日 3日和1日的1週12點 謝謝大家支持 來到這個3萬訂閱 我們在這部影片再見 拜拜 在這裡 看到我嗎 拍到嗎 真的很笨 仔細